今天来英武小厨做客的 是日本人气模特 孙夏优里 她带来的是色香味俱全的 咖喱猪排 据说在日本 咖喱猪排是人见人爱的招牌料理呢 老师天使爱料理 森下优里です 李鸡肉是制作猪排的首选 先用盐和黑胡椒腌制一下 让它更入味 这次我们准备了胡萝卜 洋葱以及土豆 因为一会儿不需要炖煮太久 所以蔬菜要切小一些 在锅里放入一些油 然后把切好的蔬菜夹进去 看到土豆表面变得有些透明的时候 加入一些水 直到淹没蔬菜 这时候可以来准备制作猪排了 罗勒叶会让口感更清爽 大颗粒的面包糠 大颗粒的面包糠会让口感更酥脆 现在大家洗洗手 煮好的蔬菜已经可以加入咖喱调味了 剩下家煮的咖喱会加入速溶的咖啡粉 这可是特殊秘方哦 把咖喱锅关火 现在来炸猪排吧 等到表面金黄的时候 猪排就炸好了 在微信中搜索鹦鹉厨房 这里有更多充满风情的料理 农孔 我們先充滿這裡 這裡,我們射起 首先,我們才會拉到這裡 這是指豚醬料 來家庭 這個咖啡也是 我會做的咖啡 大家會有詳細的咖啡 在WeChat上 我們去點檔 toupanでチェックしてね 待ってまーす